聞教人 來 各位觀眾媛 歡迎收看臺國大人秀 那麼暫時投資一集 變拿了 我是友慾 歡迎今天我們予討談的來賓 蕭光喆 總心專家蕭老師 來我們現場 哈囉康嘎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這個九月份的行情 老實說 啦 真的是不太好過 这个美国一开始有债务上限的问题 虽然现在紧急的资金的一个 预算法案已经通过了 但是10月18号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界限 那包括在中国股市方面 又因为恒大 又因为限电的危机 感觉9月份是整个利空满天飞 台北股市在这段时间 也遭到了非常强烈的一个卖压 台北股市今天周一开盘之后 还是一样 呈现一个相对补贴的效应 即使在10月份 美国股市似乎有一些反弹 所以在全球在下半年的行情的推动底下 我们就要看一下了 是谁让这一波的牛市走到现在的 那么我们就要看它的态度 其实就是联总会 本波的牛市氛围 主要是由联总会的资金宽松效应 来进行推动 可是这个时候 来到了下半年通膨高涨 联总会缩减购债 甚至在未来升息的预期 它的速度会有多快呢 直接影响到了本轮牛市的变化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夏老师 来帮我们传道授业解惑一下 为什么近期台北股市 开始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阴霾楼灶 跟国际股市有关系吗 而为什么这当中高价股 它摔的速度又如此之巨历呢 我们今天特别请夏老师 来帮助各位做一些分析 我先请问夏老师好了 现在本波的牛市 明显是联总会带动起来的 那本波的牛市 真的会以联总会的政策变化 来告终吗 那是必然 因为整个股市在过往 我们看股市它的波动 是随着经济的循环结构 在做波动 所以在这一波之前 一般来讲股市的多头 大概五到七年 那就会有一波的修正 那这波为什么走了十三年 就是纯粹因为美国联总会 它把利率降到零 维持在史上最宽松的利率政策 然后又不断的一直印钞票 好像在如果说没有缩减购债 它一个月它还印了 一千两百亿美元的钞票出来 它是造就这一波史上最长 涨幅最大的一个多头行情 那既然它是一个 造成这一波多头 可以延续到十三年的主要原因 当它不再印钞票了 当它开始把利率调高了 也就代表过去这十几年 维持股市多头的主要的条件 它消失了 那消失我们来讲 一般来讲正常 大概这一波的多头 已经走了过去惯性的两倍 两倍的一个 不管是幅度还是时间 那在这么大的一个 我们可以讲它是一个泡沫 因为现在股市的本益比是史上最高 但是资金堆出来这个泡沫 一旦这个造成泡沫的这个动能 它消失 那就是两个状况 一个就是开始反复做一个泡沫的收缩 慢慢的降下来 就软着陆 也不要让它直接破掉 对 这是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状况 如果说它收缩的速度太快 它就可能整个泡沫破灭掉 破灭掉就是会是一个快速的 一个大幅种修正 那不过整体来看 如果现在整体联总会在释放缩减购债的一个讯号 是不是暗示着联总会它是希望进行软着陆 而这一段时间 它希望整个美国股市 或者全球股市的格局 走一个盘整格局 让整体的乖离可以慢慢的向下 我们都讲说 本益比是什么意思 本益比是股价去除以EPS 本益比高 隐含着两种结果 第一种就是我一样继续的很高 那是我等待你的EPS 获利慢慢的追上我 另外一种就是股价一定要下跌了 萧老师你认为 联总会现在所做的动作 有可能造成的是股价的下调 还是股价的持续的盘整 等待整体的获利慢慢向上呢 以这样来说 以联总会的态度 它一定是希望美股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比较荣景 所以它在每次发表谈话都非常的一个谨慎 而且保守 在上一次的会议它宣布 就是说从11月下一次会议 它可能会正式开始做一个缩减购战 这是它的讲法 但是我们从最近来看 因为通膨它真的已经涨到收不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美国最近的通膨指数 今年它是一个持续的大幅飙升 7、8月它稍微缓 稍微缓 7、8月稍微缓是因为油价 油价从高档做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最近油价又涨高了 对 油价又涨上了 所以9月份 9月份这个美国的通膨 它又会大幅的往上去做飙升 这个就是油价 7、8月它是从75块跌到62块 现在又回到了高档 所以它会加速到9月份 我们看刚刚那个通膨指数 上一张 它会再往上大幅的去做一个扬升 这个就是代表为什么 虽然美国联统会说 它可能下个月 下个月就11月份的会议 才会开始缩减购战 但是不管 不管我们说从美元最近的一个走势 还是说从10年起工在殖利率 好 10年起工在殖利率 我们看一下 最近的一个大幅的飙升 它都显示应该美国 已经没有在印钞了 只是说它宣布是下个月 它才要开始减少购债 然后开始停止印钞 但是因为面对到通膨 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它可能已经虽然没有说 至少市场的预期 已经开始发酵了 已经开始反映出来 下10年起工在殖利率 这样的一个飙升 好 那这个很重要 这个也是造成最近 美国股市比较明显的修正 台股也跟着做一个往下滚落 好 那这个10年起工在殖利率 虽然说这一次来到了1.5之上 这边稍微有一点蹲跌 有一点稍微再做震荡 但是我们回过到今年2月份 今年2月份有一波 它也是开始冲一段 然后开始蹲跌蹲跌 稍微回落一下 然后开始喷出去 这一波的走势我认为也会一样 也会一样 虽然短期在这边稍微蹲跌蹲跌 那到过一段期间 它会开始大力的喷出去 因为第一次我们看一下 这个2.3月它是为什么 美国的通膨率突破3% 那时候市场预期会不会 因为这个通膨已经超过了 联主会的目标了 会不会联主会开始做一个收缩 但是没有 没有的话那就再回下来 那这一次已经突破了6% 9月份预估应该会突破6% 所以它的通膨持续的加速 再加上这一次 联主会已经没有像2.3月那时候 我可以继续维持宽松 它已经开始说 现在通膨已经超乎我预期之外了 我要开始进行收缩了 开始进行收缩 所以这一次上去呢 我预估它应该会突破2%以上 应该就不会再回下来 因为在年初的那一波 是因为联主会它压着 压着所以让它又回落下来 那这一次联主会已经没有能力再压了 已经没有 它已经讲了通膨超过我预期 那最慢大概11月 这一次会议我就要开始缩减购债了 那如果说通膨在控制不住呢 那可能明年我就要提前去做升息 它已经松口已经没有 要持续维持这样的一个宽重状态 所以这一次上去 这对股市的影响会更大 等于是通膨造就了 本轮资产价格的繁荣 但同时哦 它也是联总会被迫收回资金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已经来到没办法控制 所以它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收缩 这夏老师说的好 其实这张图表暗示了一件事情 你看美元指数近期飙高到了94 但是原油价格也在上扬 照理来讲哦 美元价格的上扬 它是有能力去抑制住原物料价格的上扬的 为什么 因为购买力上升了嘛 但是这一段时间 它居然抑制不住原油价格的上扬 可见目前的通膨程度是不是 就是已经有进入到很难以去控制的状态 也就是联总会不得不在这个时间承认 他对于通膨的判断错误 不得不松口 我要开始进行紧缩 这个都是因为通膨压力所造成的 不过这就有趣了 您刚才说 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可能来到两个percent以上 这对于债券价格肯定是一个很便宜的时候 不过为什么年均殖利率 这个十年期殖利率来到两个percent以上 对于股票市场反而形成一项重大的利空呢 我们这样讲 我们看像纳斯达克在二三月 它一波的修正嘛 那又上来 因为殖利率又往下掉了 现在殖利率又开始往上升 所以它又往下掉 它这一波会往下掉 一样跟二三月一样的原因 因为在往下掉之前 它的本益比 纳斯达克平均本益比超过70倍 所以超过70倍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一个股 这个市场股市的殖利率只有1.5%不到 那当美国的十年期债券殖利 冲过了百分之1.5% 它势必迫使股市的本益比要追求这 因为毕竟啦 你去买十年期债券 你就放个到期 它一定会有超过1.5%的这个 派息殖利率给你 但是你股票呢 股票它是波动的 虽然说现在本益比70倍 那看起来可以拿得到 但是如果说股市往下跌呢 价格往下跌 因为它的波动性比较高 那你可能就拿不到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安全性的比较 如果同样 我们同样要追求1.5%的投资报酬率 你会放在稳定的债市呢 还是会放在股市 当然是选择安全的放 大部分都会去选择安全的 不过这一点要特别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 很多观众朋友不理解说 为什么美国股市股票的殖利率 才1.5% 1.4%而已 其实是很好理解 因为美国股市普遍都不太爱配息 我们常听到的这些科技股 本身它的一个利多的一个反应 都是反应在股价的一个加成底下 所以台北股市4%殖利率 这样是不是台北股市比较有吸引力 这个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解读 如果说现在台北股市的股息殖利 还有4% 那当然接下来的一个修正 可能台股就会比较 防御性的一个配件在 防御性的一个特性出来 这个当然如果说以相对的比较 它会比较有一个抗减防御性的效果 OK 所以萧老师的概念 比较偏向是 其实美国股市产生一轮的回调 在未来几个季度 是一个几乎可以预见的一个事项 对 这应该是跑不掉 尤其是我刚刚谈到 如果说以美国联准会的收缩的速度 它会造成美国股市修正的一个形态 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较温和 然后慢慢去做调整 那可能股市的一个 这种泡沫的状态 它是一个反步慢速的收缩 慢慢的把泡沫状态 做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调整 那万一通膨真的压抑不住 迫使美国联准会它采取比较积极的一个收缩 去立抗通膨 去有效的压抑住通膨的话 那可能美国的股市的一个修正 这个泡沫的修正可能会非常激烈 这个不能排除 这个有趣了 就是说美国股市在9月份 像是纳指和标普跌幅大概借在5%左右 算是一个修正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猛烈 尤其就是本轮牛市以来 我好像没有看过标普有修正超过10%过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反而台北股市在IC设计上游 甚至一些高价股族群 整体的跌幅初跌段 已经快速的涌现了 台北股市已经基本上已经有一点 这个走势相对比较空 比较弱势的一个格局意味在 毕竟现在已经连续多天跌破半年线了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些高价股 它的一个率先股价的波动上 来做出一些观察 其实大家最近应该大部分的股票 都有蛮明显的下跌 但是高价股它确实比较相对抗跌 我们如果比较起来 不管是说面板股 不管是说航运股 跌幅都蛮重的 但高价股它确实比较相对抗跌 怎么会这样子 到目前为止 因为高价股之所以会成为高价股 就是包括像外资 像这个投信法人 包括像公司本身的大股东 他们会进行索码 索码就是说我股票我不卖 因为这些股票大部分是在这些人 闪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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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去买那个三四千块的股票 例如说细利来看 应该百分之九十几的股票 都是在特定人的手上 好那我们就是说 我们见到最近很多股票跌得稀里花啦 那为什么它不跌 就是因为索码状态 不管你以外资的角度来看 投信的角度来看 还是说一些公司的大股东来看 我锁住这些筹码 你不卖我不卖 它就不会跌 这很有趣 之前我跟肖老师在讨论食品股的时候 也有这种惯性 食品股本身流动性比较低 那是怎么样 大股东不太愿意卖自己的股票 那么股价的稳定性就可期了 所以很多人会说金融股因为散户太多 所以它股价波动性比较稳 没有人要带动 但是相反来看 如果股价太贵的 也不会有人去碰 这很有趣 不过如果从高价股的层面来看 现在开始有一波微幅的一个下跌 这一波下跌是否代表着 它反而成了台北股市的防御性资产呢 因为它不会跌 它都股价很贵 都不在散户手中 好那现在就谈到这个 如果以这个观念来看 是不是我们现在投资 是不是安全性应该去买高价股 对不对 如果以这个逻辑来看 但是并不是 我认为最近 应该整个台北股市 已经快要跌破八月份的低点 整个形态上已经比较偏空 那就代表的是 很多我们投资朋友 手上套牢的股票跌得很惨 好像航运股 好像面板股 像这个记忆体的股票 都是之前大家套牢 那这一波呢 就杀得很惨 那你不要去想 那这个已经这么惨了 那如果说我卖掉的话 我是不是去找那些 比较没有跌的这些高价股 会比较安全 其实不是 这一波如果说台股要真正的落底 因为现在还没有止跌 哪一天如果说真的跌破了八月份的低点 大家开始恐慌 要开始看见落底的现象 高价股的补跌 是一个观察的最大的重点 那为什么说高价股必然会补跌 因为我们看像今天我们谈的几档股票 像富巴美这一波的一个往下落 因为本益比太高 本益比太高 它最高已经来到100倍的一个本益比 那我们刚刚谈到的 好 如果说我现在外资 因为我看这个行情好像有一点 比较不稳 或许会有下跌风险 那我现在这些高价股 因为我索码嘛 我外资联合都这些股票 投信有这些股票 大股东有这些股票 那现在行情不稳 我们要保持我们投资账面上的获利 那我不卖 你不卖 大家都不要卖 它就不会跌 所以我的投资的账面上的获利 就还是那么好 那行情跌那么多 那我投资账面上的获利还这么好 那我就很强啊 大家都 所以是一个绩效的操作 对 好那你要去想的是 当初为什么我们愿意在这里锁住 向富邦媒100倍本益比 100倍本益比代表什么 那股息殖利率只有1% 那因为我稳定嘛 我们大家不要卖 它就不会跌 那我们就有这么好的迹象 但问题来 如果说啦 如果说现在十年期供在殖利率 真的如果预期来到2%呢 好那我再继续放在富邦媒 那这个富邦媒 它我们都不要卖 它不会跌 那万一哪一天有人偷跑呢 我虽然说我要追求稳定的报酬 虽然说这个安全性比较高 那现在公债殖利率超过2% 我放在公债安全性是不是更高 我放在这里 这么高价的本益比这么高的股票 虽然说我的殖利率有一% 但是呢它下跌的风险不是没有哦 那与其我放在这里 我不如去买十年期供在殖利率 我还要稳定的2%的获利 这个就是现在高价股面临到 或许会补跌修正的原因 因为大家如果都像 如果你是一家外资的 那你我现在放在富邦媒 这个股息殖利率1% 那我不卖嘛 那问题是现在公债殖利率 已经来到2%了 你会不会想 虽然说追求稳定 我不见得要放在富邦媒 我去放在公债 这个殖利率还超过2倍 所以一旦你有这样的想法 一旦你开始卖 你开始卖这个 索码的平衡状态就消失了 你一卖那价格就会跌 因为这种高价股是没有人会去买的 对 那你一卖你开始跌 那别的你卖了那我也要卖 它就会开始出现连续性的 这种索码状态解除之后的一个 连续性的下跌 那个就是一个 因为债卷值利率的上升 更稳定更安全的这种报酬率 已经超过了这一些 高价股的一个殖利率 所以就会有可能造成 所谓的索码状态失衡 开始有人先跑了 我把资金转到债卷 这个稳定报酬还更高 那一旦有一个人这样做 就会开始引动到连续性的 这种开始 弃高价股转到债卷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这样子听萧老师讲 等于是说高价股 它其实是两种极端现象 而且它的极端现象 是来自于筹码 过度的精简导致的 要么它手就防守得非常的稳 为了要账面的好看 要么我一卖 就给你一泄千里 所以这个时候 贾老师刚才所说到 高价股的补跌 是不是会形成 台北股市相对 弱点讯号的展现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我们特别把2450研发科 它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一个全职股 如果这种高价股 它就呈现明显的补跌效应 是不是台股的低点就可以期待了 其实现在高价股分成两种 例如说像联发科 它也已经开始有修正 已经开始有一波修正 但它本益比还不高 它本益比大概15 6倍 这个倒不是真正高价股 要开始进行补跌的主要指标 那当然高价股再弱 它们一定会跟着做补跌 例如说像瑞玉也是一样 它已经有一波的修正 它本益比大概19 20倍 它的本益比还不高 那至于为什么 联发科跟瑞玉会这样的一个修正 我们看在之前的 大家比较热爱的像利基这种股票 它也是网通晶片的 其实它已经腰斩在腰斩 它显示在网通晶片 它的整个产业趋势 已经开始有一些反转的现象 所以最近高价股就是 像瑞玉开始做一个补跌 那联发科也开始做一个转弱 这个倒不是补跌的重点 补跌的重点是那种已经 100倍以上本益比 那种才会是真正的一个领跌指标 那我们看联永 联永也是 它也是已经反转了一阵子 它主要也是因为 它是面板驱动IC 因为面板产业的反转 所以它已经领先有转弱 那这个面板产业反转 我们就看友达 友达已经这样的一个走势 所以像这种 不管是联发科 瑞玉还是联永 他们主要已经有先跌一段 是因为产业的因素 那当然不代表这里 它就不会再跌 因为一旦那种强势的高价股 开始进行本益比修正 他们同样本益比 还会受到下压 同样会受到下压 现在比较需要去留意的 像我们现在的股王 股王细利的部分 好像看一下 现在股王细利 细利现在还在一个头部位置 它还没有明显的往下 它的本益比也八十几倍 也八十几倍 那当然我们就把股王做一个观察指标 如果说哪一天 细利开始出现连续的下跌 细利开始出现连续的下跌 它就会带动目前还比较强势的高价股 像半大体IP的 像这个力旺 像艾普 像四星 它们目前都还没有真正出现一个比较反转的迹象 像力旺的本益比有130多倍 对 它的本益比130倍 那所以我们就观察 这个是最近高价股 如果真的要开始进行一个比较连续性的补跌 你主要观察的指标 当然就是力旺 因为它是现在最强的 其实我觉得特别有趣的 也就是说 萧老师总能从一个总经的宏观面 来帮我们把整个大盘 或者整个趋势 宏观经济的方向 给搞清楚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观察一些重要指标 要不然 如果从个股慢慢的往上调 调到宏观经济层面 可能就有一点整体拖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萧老师的态度已经比较明显了 未来我们台北股市 在第四季方面 相对来看是要比较保守一点点的 但是一旦高价股 呈现高速的股价的走跌 这个时候你反而可以关注那些 本益比极高的这些高价股 它跌幅如果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是不是代表外资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呢 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 观众朋友如果有更多的一个兴趣 不止高价股 我们下一期 特别请萧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好了 说如果这个时间点 我就不去挑高价股 我去挑低价股 去挑低本益比 激其低选择第四季的选股方向 会不会又是一个好的选择呢 当然如果观众朋友忍不住 很想现在知道 可以欢迎你加入 萧光泽 萧老师的Telegram 以及Lineat 萧老师在里头都会提供一些资讯 供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 我们节目到这边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加分享 感谢萧老师 感谢各位 拜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